欢迎订阅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面是董柯 就在昨天米哈游的官方发布了一些广受注目的几把武器 不好意思 语法错误了 几把跟一些好像是同样的意思哦 总之就是在这些武器之中呢 尤其受到大家关注的是这一把44.1暴击率的长枪 这是一把新的高贵的低白值高暴击率武器 再加上这一次陪跑的可是终末接探之师的T0级别辅助武器 那么自然的就有很多旅行者流口水了呀 今天这一期视频银河系最银河的主播将会带大家分析一下这把武器的战略价值 深入婆西他到底是不是一把值得去抽的五星武器 首先在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把武器外观你打多少分呢 来来来0到9分打一个数字 关于这个系列的武器单手剑是饱受争议的 在网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玩家这样调侃说尼路拿那把单手剑呢 就好像是鲜花插在牛粪上面那样 但是这一把长饼武器呢 他至少外观的颜色是对得上赛诺的 并且与此同时我也是听说的啊 他的这个造型呢是对得上历史原型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他真的长得太像一根船桨了 我现在看到赛诺拿着这根东西 我就有一点忍不住想要上去问他今天打鱼的收获怎么样 可谓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了怎么样呢 我这么一说是不是你也回不去了呢 OK在圣战玩米哈游的武器美工之后 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把武器到底牛不牛逼吧 首先关于赛诺的具体素质 我们现在还不能知道嘛 所以赛诺拿着把武器的表现对比其他武器怎么样 等我们上线之后再具体聊 现在先不着急 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别忘了先点上订阅等赛诺上线了 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做深入的分析的 今天我们主要谈一谈这把武器的泛用性啊 首先上来首当其冲的 我想很多人都很关心就是雷电将军拿着把武器怎么样 他是不是传闻中的那么的命作战神呢 怎么说呢 这把武器确实是有一点命作战神的 在探讨灵命经典一之前 我们先来聊一聊满命满经的情况之下 在雷九万般体系之下 我们直接取43词条的超大毕业面板 就真的很大毕业的了 你们要想想43词条是什么概念 对不对 满经典的剃刀 因为提供了大量的充能效率 采用攻击杀戮也可以轻松把充能叠上300 所以在这里直接使用攻击杀戮 而为了公平起见呢 当然刺杀则是采用了充能杀戮的 在这样相对合理的配比的情况之下 两把武器的伤害期望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这种级别的面板之下 这把传讲的首刀伤害期望 居然把满经典的稻草之踢光都直接给干掉了 虽然这个差距也只有2% 但是直接干翻了剃刀这样的专务 是不是还是让你稍稍有一点惊讶呢 我想有不少的玩家也许能够猜测出这个问题在哪里 主要是因为雷电将军全身上下双爆区间是极缺的 米哈游通过这种设计的方式来强调雷电将军的专拐 9条沙罗的6命的重要性 再加上同时上9条跟班尼特的情况之下 将军本人是不缺攻击力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按照百分比是直接叠攻击力的类型嘛 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双爆区间给的非常慷慨的这把船奖呢 得到了趁虚而入的空间 他居然反手就把剃刀这种级别的武器给捉掉了 所以赛怒的这把武器刺杀到底素质给的慷慨不慷慨啊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在雷电手上伤害做掉了剃刀 这可是相当牛逼的一个壮举了 所以满金链的刺杀是不是命作战士 我觉得姑且可以回答一个是的 但是我想很硬核的玩家马上就会意识到问题在哪里 那就是传讲 他即使拿充能杀漏雷电将军的充能也只有250左右 也就是说刺杀的充能还是比剃刀要差了一大截的250的充能跟300的充能 你要说差距不大吗 那确实好像差距也没有特别的大 毕竟第一充能是存在息事效应的 第二有很多玩家拿着天空薄荷大毕业的面板充能其实也就250左右 你要说250充能的雷电将军完全不能玩 那未免稍稍是有一点言过其实的250充能的雷电将军算是基本达标 但是多50的充能就是多50充能一旦碰上了紧急的情况 打比方说你不小心直接一刀黑了 下一盘你要从零开始充能的话 那300充能还是300充能对不对吗 这个跟场景有关 但是剃刀是结结实是多50充能的 这个是问题点一问题点二 那就是刺杀 他无论如何实际上还是要叠层的 大家要注意了这里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点呢 他是不管零命还是蛮命 不管是金一还是金五都是得面对的 那就是叠层问题雷电将军就算先手一马上叠一层 接下来队友们上来叠buff 然后雷电将军再上来的时候呢要怎么办呢 没有错还有两层要叠啊 这个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避免的问题 雷电将军有非常多的伤害是集中在了手刀的 这也就导致了你不得不叠满了之后再释放元素爆发 而这把刺杀杖呢他在后台又偏偏不叠层 所以说米哈又还是很金的 他故意做了一把武器在满层的情况下 让一部分的玩家计算出来 似乎可以碰瓷满精炼的剃刀了 但是在实战之中 他们偏偏就不让你接近专武的水平 你又亏充能 你又亏叠层的时间 说白了就是在赖场 我就实话说吧 只有实战游戏理解不行的玩家才会真的以为 这把武器可以碰瓷到草子替光了 你不仅少了武士充能 你还得在场上多赖两秒钟 所以米哈游在控制武器的数字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严谨的 我觉得米哈游自然也乐见有一部分 就是实战理解并不深入的玩家 在计算完之后 皇席然后到处宣传说 这把武器真的可以碰瓷专武了 然后有些玩家可能就被误导了 真的去抽了 但实际之中呢 米哈游又不让你达到跟专武一样的效果 而且我相信此时一些聪明的观众 已经意识到问题了 而这个问题点三呢 同样是金链一和金链五同时有的 那就是赤杀的吃拐能力 这些数据全都是基于有万页的恶命 有满金链的终末接探知识 并且班尼特川教官的大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说所谓的满金链的赤杀 可以碰瓷满金链的剃刀的传闻啊 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骗诀 是基于你只能打雷九万般 并且只能是完美顶配的情况之下的 雷电将军但凡单走 刺杀就会给剃刀打得体无完乎 我这样说吧 满命的雷电将军是非常强力的角色 因为他是有那种非常明确的 单兵插戒能力的满命 我就举个例子 我大号打神源都是乱打的 对吧 有一天我打神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就先上干预嘛 对吧 一看哦靠 剑鬼在里面 那就再上个雷电将军吧 帮忙打一下雷电砍完了 再射击剑就完事了 再把生鹤跟钟离放进去 你看这个配对在灵命的情况下 你会觉得这是什么超级棒配对的 对不对 但是高明的雷电将军 他就是六边形战士呀 满金链的剃刀给的太多了 即使没有什么攻击拐 他也可以完全在队伍里面当副神 随便把他安插进一个队伍里面 反正一刀的伤害肯定是有三四十万的 随便打真的很舒服的一个角色 抽一把武器全面限制了他的配对 在我看来就是严重的本末导致了 就算你要去打竞速 刺杀可是暴击率武器呀 这伤害期望多2%有屁用啊 你拿44暴击率的武器去打竞速的吗 OK 大家要记住啊 我前面说的很多问题 其实不管是金一还是金五都是同样有的 接下来我们顺着这条路去讨论灵命的雷电将军版 首先上来我们同样虚拟一个大毕业面板 大家可以看得到还是确实挺大的 因为这个双爆也已经达到75加150的样子了 并且还带三个大攻击磁条 与此同时在元素爆发期间 刚刚好是300的充能能够吃满绝缘四件套 有一丝的问题就出现了呀 那就是对于金剑一的T导演 他提供的充能磁条并没有那么的多 所以对于灵命的雷电将军那天 他是没有拿攻击杀戮的资本的 拿充能杀戮不仅伤害更高 还等于白嫖了一大堆的充能 所以选择就只能是充能杀戮了呀 大家可以看到 首刀的伤害期望达到了12万6千左右 那么此时此刻 刺杀又能打出什么样的伤害呢 在同样的面板之下 我们把班尼特的宗式四件套 换成教官四件套 尝试拉高伤害 并且在叠满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那就是首刀的大数字下降了不少 而且伤害期望呢 也同样下降了很多 下降了足足9.5% 大家要搞清楚这个数据 可是计算的直接满层的数据 这个在第一轮实际上 还是会让雷电将军赖场这么几秒钟的 所以传讲是不是命作战士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真的是 在今天五的情况之下 他还可以勉强咬住剃刀 但是在纪念一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眼都不眼直接一泄千里了 差了足足有10% 并且还是狂输85%的充能的前提之下的 大家要搞清楚 在雷电国家队里面 当你输给剃刀10% 就说明你很危险了 因为背后有一把白嫖的四星满金长枪 在后面虎视眈眈的 没有错 那就是满金的鱼叉 同样作为愿重的专武 我只能说相间何太极呢 在零命的雷电国家队之中 吃刀仅仅比鱼叉强了3%的同时 充能效率直接少了50% 所以在雷电将军身上 已经没有任何讨论的价值了 这把武器就是不行 满命满金在极端的场景之下 还有一点型 但是在零命配队下面 金电一就直接雪崩了 我知道肯定这个时候就有人要说 哎呀董哥啊 雷电将军都不需要精通的 拿起来肯定不强呀 我要看胡桃我要看香灵 关于3.1的两把武器啊 我发现有很多玩家就是自己一不看文案 二又不去算数据 但是发弹幕呢又比谁都急 哦我看这个九七人可以用啊 啊我看这个胡桃可以用啊 我看这个香灵可以用啊 而且满弹幕都是啊 这个实在是让人有一点哭笑不得啊 首先我前面指出的三个问题之中的其中一个 大家搞清楚啊就是铁层问题 如果一把武器在后台能叠成 米哈游会不在文案上面写出来吗 我就这样说吧 一件商品它缺点 它不一定会写在文案上面去 因为你没问呀 你没问我干嘛要写在上面 但是呢 如果这些武器有可以在后台 也能够叠成的优点的话 它肯定会写在文案上面的 并且巴不得直接放大再加出 再在下面加一条横线 所以说这个系列的武器 它就是不可能后台会叠成的呀 你们在说这个能用 那个能用之前 首先应该去思考一下 你愿意把一些角色留在场上赖场来叠成吗 就像我前面所举的雷电将军的例子一样 97人留在场上四秒钟刮杀 你们愿意吗 你队伍的dps都给你拖到 不知道哪里去了 就哪怕97人有那个四命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想说啥97人有四命 就只要赖场两秒了 对不对 可你们知道如果真的一旦赖场的话 20秒钟和22秒钟差距dps有多大吗 你让97人上场去刮那两秒钟的白子 你们知道这个对队伍的伤害损失有多大吗 所以当一把武器迷害呦 它明确跟你说你必须前台叠成的时候就不要抱有太多的幻想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要正常使用的话 某一把武器在没有专武的原神里面就是只有一个人可以正常的能用好的 骗别人不要紧不要骗自己啊 这些就是为什么我首先拿雷电将军做例子 并且放出来的是理论的叠满之后的数据 剩下的角色就很搞笑了 首先先诉说胡桃吧 胡桃叠成的手段就是零 就完全没有叠成的手段 同样按照管理 我们在这里虚拟一个30磁条的胡桃的平毕业 哦不对 小毕业面板 在这一套小毕业的似魔女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拿护魔之杖的胡桃一次A中可以打出7万左右的伤害啊 其实这个伤害已经是挺nice的了 这个不是什么50暴击率的胡6万什么的 在这里拿的是纪念一的护魔之杖 我们就假设这个是一加一的胡桃吧 小于等于一命的胡桃呢 在使用刺杀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叠成手段的 雪梅香在最后还是会跳一下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胡桃你切到后台去了 他是不生效的 大家意识到问题在哪里了吗 就如果你希望胡桃能够在第二轮使用这把武器 把这个buff持续下去的话 你可能要选择胡桃在场上赖场 不然你一下场就是肯定雪崩的 对于夜兰没有恶命的玩家而言 你队伍里面肯定要带航球对不对 然后航球呢 他肯定又要Q11的 然后中力又要啊啊啊安如磐石 所以这个10秒钟的buff覆盖刷新旗呢 其实还是不太够用的 那怎么办呢 直接算凌晨吧 然后你就会发现狂输百分之十死 哎熟悉的剧情又来了 这个又是要跟老二缠缠绵绵的节奏了 在没有周末接探之师介入的情况之下 传讲凌晨仅仅比满金链的侠灵灭城强百分之五 其实也算是还行吧 要想想在雷电将军手上那是指银鱼差百分之三啊 这也算是多赢了将近一倍了 所以说到这里 我们就明白了第二个角色胡桃 基本上也是落空了 在夜兰拿总末接探之师的大前提之下啊 就我是指金链一的总末接探之师啊 刺杀跟侠灵灭城的差距会放大到百分之十 然后跟护魔之杖的差距呢 也会缩小 但是仍然有百分之九左右的差距 考虑到刺杀在实战之中会是零层一层零层一层这样的徘徊的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这把武器基本上是徘徊在四星武器跟五星武器中间了 像是一把四点五星武器 从这些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把真正的连环吃拐武器 也就是说米哈优的武器设计啊 属于是一个新的套路被开发出来了 具体什么套路我们可以后面再讲 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终末接探之师的话 是把武器说不客气的就是蛮精炼的侠灵灭城的水平 因为现在胡桃队你也不带阿贝多了呀 根本就没有精通拐 你终于放弃盘岩四件套拐霜水的话 传教官绝对也是本末导致的 反正总体肯定是不会有提升的 在这里我们聊一聊最后一个角色吧 那就是湘宁 在雷电跟胡桃身上刺杀的表现都是差强人意的 就大体上让人勉强感到了不太特别的 好像有一点满意了 那么到底是满意了没有呢 土逼还是不土逼 那真是个问题 但是在相邻手上就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相邻是可以锁定一层的稳定的进入元素爆发里面的 就是相邻把郭巴丢出来的同时在黑哈嘛 因为相邻的有效词条比较多 我们就也不要去算什么28词条比叶面板了 那就直接算35了 我们可以发现在雷电国家队下面 相邻的一转已经接近47,000的大数字了 而且期望也将近43,000 这个成绩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已经跟鱼叉拉开了大概7%左右的差距的同时呢 也只比剃刀差了大概3%的样子 我是指剃刀更强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有的数据都是基于相邻在200充能左右的大潜体制下来 但是我们都知道雷电国家队如果你不介意用更加繁琐的手法的话 其实相邻的充能是可以压到150160左右的 就是班尼特需要更加多的剑缝穿针了 频繁的出来打球 因为相邻他一旦拿了剃刀的情况之下 又穿了绝缘四件套 那个充能是压不下来的 他保底就有205的充能 所以在同样的充能的情况之下 刺杀是完全打不赢剃刀的 分水里大概就是在200充能左右 比这个充能更高一点 就是剃刀占优势 比这个充能更低呢 如果你甚至压到150160的话 如果你不看充能 只看伤害的大数字的话 刺杀就比剃刀还要强了 也就是说这把武器是属于相邻在特定的配队下面稍稍喝了一口汤的武器 就打比方说万达国际这种特别缺充能的队伍啊 你怎么可能像你低于180的充能 这不是找死吗 关于刺杀这把武器呢 对于相邻而言是至少比胡桃跟雷电将军要明显合理的多的 但是这个也取决于你怎么玩相邻 如果你是喜欢把相邻的充能推的比较高的玩家的话 你只要充能越来越高 那么这把武器跟鱼叉的差距就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呢 这把船奖跟剃刀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 当你要堆充能的时候就是剃刀的主场了 当你不停的堆精通 那么就是船奖的主场 就是这么好理解 关于刺杀的数据早就已经出来了 我其实老早就跟好几个生源主播在私底下有好好交流过 我问他们你们接受150 160充能的相邻吗 在雷电国家队 他们基本上都这样回答的 就是可以玩 但是有一点累就是玩起来有一点累 就是你要时刻意识着频繁把班尼特切出来 一一下再一一下再一一下 就是如果你把轴压得很紧的时候 理论上确实有相邻在150 160充能左右的区间 仍然可以循环起来的手法 但是这个也许就有一点像是什么弧行中叶 钟离吃个结晶 然后胡桃还去捅11个A中 说白了就是看起来很美 但是玩起来不太休闲 如果你愿意把相邻的充能压到150的话 那么他甚至可以比剃刀多出将近13%的伤害 但是一旦当你把充能开始往170靠拢的时候 这个差距就迅速缩小了 进入个位数的区间了 到了6% 7%了 注意在这个过程之中 剃刀一直是200充能以上的 然后传想一旦接近200充能的时候 就被剃倒反超了 就在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调查 大家可以看到绝大部分将近95%的旅行者表示 他们并不愿意玩充能150 106的相邻 其中更是有将近50%的玩家表示 相邻没有230到250的充能 他们根本就不想玩 对于这部分的玩家 我可以跟你们说这把武器就是菜比 就如果你们的相邻是习惯性250充能的话 那么刺杀你不仅很难堆到250 等你们堆到了也快打不赢鱼叉了 我看到有一些玩家还在抱怨什么 为什么我不是一个170 180左右的充能的选项 但是你们看到我前面的数据了吧 当你要玩170 180的时候 那个差距已经开始缩小到跟剃刀拉不开差距了 那就等于你凭空比剃刀少了五六个充能词条了 这个在实战中其实是挺影响实战体验的 也就是说你但凡不愿意压充能剃刀明显都是更优解 所以问题就很简单了 问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这么残忠莫功 不然这口汤其实祥林喝起来真的是不太爽的 毫无疑问的是 除了雷国之外 绝大部分的配对祥林是不可能150 160的上的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这把武器就是单纯的在特定的配对下面 祥林用起来比较强的一把武器 并且你要搞清楚 这个是建立在牺牲游戏体验的基础之上的 而雷电国家队呢从来就不是一只可以打竞速的队伍 他是一只弱保软的队伍 你把自己的操作体验降的那么低 然后你打出来一点大数字 时间也稍稍快了一点 你在图什么呢 好好的一只弱保软的队伍 然后你带着暴击率武器去熬时间啊 说句难听的 这不就是虚空自己跟自己PVP吗 这把武器在大部分的配对下面 想要打匀鱼叉并不难 随着充能的浮动 大概能够赢5%到89%的样子 主要是鱼叉也并不强嘛 你考虑到四星武器还有断让长枪这种非常猛的存在 但是要去跟剃刀硬拼的话 那就肯定是要压充能的 你像我大号那样 香菱穿的绝缘四件套 我忘了多少词条了 反正一开大就直接300充能了 我大号是抽了六把的剃刀的嘛 香菱拿了一把 在这种情况下 纪念一的传奖跟剃刀之间差距就明显很大了 首先传奖就不可能堆到300充能好吧 所以经过我全面的完善的硬核的分析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是不是感觉美少女策划门是真的大呢 本领是真的大 这一把武器刺杀之杖 他就是还可以好像很泛用 但是好像又不是特别泛用 好像香菱喝到汤了 但是又好像没有喝到汤 属于是比较血定恶的武器 然后在绝大部分的玩家都搞不太懂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会觉得这武器是好香啊 然后赶紧抽爆了 过了这一村就没下一店了 大佬们都说150 106够循环 一算比剃刀还强呀 然后十个人里面超过九个抽回来之后 老老实实把从能堆到220 230 往外吹的时候 这把武器就是上线 然后自己用的时候呢 平时一直220 230的相邻 就也懒得换配装的 哎把公平打在真实上 我还是那句话 骗别人不要紧 不要骗自己好不好用冷暖自知 其实这把武器真的就还行 就有点像是凌人的那把啵啵鸡那样 由此可见呢 现在原生的设计组啊 他们设计武器是越来越聪明的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 像盘炎杰绿那样的错误 他们是不会再办的 现在新的武器都非常严谨 而新的角色呢 就连盘炎杰绿都可以要过去 你不吃攻击就可以了嘛 然后新出来的这把刺杀之杖 他那个一环吃一环的吃其他武器 或者吃其他角色的拐的能力啊 仿佛也在预示着什么就是以后的武器会不会像是这样 越粗越多内循环呢 一环扣一环呢 关于刺杀之杖这把武器 你有还是没有万页的恶命 他差距是挺大的 你有还是没有满金链的中末接探之时 他差距也是挺大的 但是你的主人是长轴 这些buff全都会掉 所以你们也别老惦记着那些你已经抽到的东西了 看到没有隔壁是不是就马上有一把剑 他是持续20秒的 然后cd又是20秒的 然后全队又拐一大堆精通的 可以预见的是这把武器 他不仅吃精通拐 而且他吃的多半是以后的精通拐 万一恶命能够拐精通是吧 你了不起是吧 你清高是吧 你持续8秒 我就直接给你做18秒周的角色 笑看你的buff掉的 不要不要的 这个估计就是以后的常态了 在这之前我们科老之间开玩笑嘛 说什么现在是神鹤12名 以后估计那些阵容是48命的 那比如说出一把剑他的被动是取决于全队的生命值的 那这个时候四命的夜兰不就直接笑疯了对吧 这个可能也是科金索游的大趋势吧 没有办法的 对于这一次武器持的两把五星武器 我觉得可以打个八十分的样子 但是没有到月卡党必须下的地步 问清楚自己喜不喜欢赛诺抽不抽赛诺 如果你的答案是no的话 然后你一个劲的奔进武器池子里面去 我觉得就是不太理性的了 至于武器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多一环扣一环的 我觉得既来之则安之认清楚现实 认清楚背后武器设计的逻辑 想清楚那些武器是不是你自己真的需要的 而不是单纯的你受到了别人的影响 觉得别人在吹啊 这个武器很牛逼 我就感觉我不下我很亏 这个心态首先就是不健康的 当你想清楚了这些 你玩游戏就会轻松很多了 ok今天关于武器池子的这个话题 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接下来在3.1上线当天 我将继续跟大家深入的分析 原神雷星武器的新角色赛诺 包括他自身的数据 以及这一把专武 在他的原主人手上是什么样的水平 不要忘记持续关注 stay tune 一键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后续为你带更多更有趣 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